妳這樣一個正妹出勤的時候 身上帶著二十幾公斤的裝備出去喔 妳聽說什麼 還會開大貨車喔 對 就是消防車是屬於大貨車 所以我們就是每個消防隊員 都一定要有拿到大貨車的駕照 去年的一場火警鐘 其中創隊的一個學長 他在火警鐘就殉職了 那我就看著他們很多的 就是都是大男人 然後就是都哭成一團 我們到底先把裝備換下來 換比較輕鬆一點的衣服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換裝以後的余生到我們現場來 歡迎余生 哇 從神秘女叉成現在變回藏軍領了 藏軍領了對不對 這樣輕鬆多了 平常就是這樣穿著嘛 對不對 放假著 放假都是這樣 很棒這樣 來 來 我們要繼續我們這個訪問 剛剛談了非常多 包括以前要辛苦養成這個過程 那你每天要跟死神八河要救人 這個過程裡面有沒有 沒有什麼你很害怕的事情 我最害怕的就是 當然就是看到各種的欺騙怪獸的 那種身體啊 因為像我們一定會 我們去救人跟某些現場 有些畫面是很恐怖 對 因為 因為我們那邊靠近橋 然後會有很多民眾 就是跳水 就自殺 這樣子就是每年幾乎都會有 然後也會有很常有 跳樓啊一些上吊自殺的 那個就是患者這樣子 所以就是民眾只要擋了119嘛對不對 那你就不管是怎麼樣 火災的現場或者是有人跳樓 你們去了 如果還有生命跡象想辦法救 那沒辦法就看到很多很恐怖的畫面 對 還蠻常會看到的 像如果跳水的話 他們就通常 找到都已經浮腫了 對啊 屍體都已經浮腫了 或者是會有一些味道 對啊 就還蠻常看到這一些 我聽說你們有些人認為說 後來是最怕被學長檢討是不是 對 因為 因為我剛下單位的時候是 我其實還蠻害怕上吊自殺 就是所有的 喔 你就去救人的時候 發現那個上吊自殺 對對對 我其實最害怕就是上吊 可是因為現在我們 為了精進救護激素 所以我們會把 會出勤的時候都會攜帶迷路器 那回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 我們自己內部啊 就會針對 急救過程 做救護激素的檢討 所以我覺得比起 就比起那些上吊啊 我覺得其實被檢討 就是學長 是最可怕的 對 所以我現在 所以你們去救的那個過程 還整個那個過程還要排下來 回去 要我們自己做內部做檢討 救護激素的檢討 還有恐怖的學長 對 所以我覺得學長比較恐怖 我現在都已經不害怕那些 譬如說上吊我都不怕 我覺得最可怕的學長 畫面把它顯示的是恐怖的這個學長 對 他為你們好所以要求也非常非常嚴重 對對對 就是增進我們的救護技術 來來問一下雨晨 雖然是陳妮女超人對不對 你們這個行業也沒有什麼禁忌 因為像我們當記者 比如說都不能吃芒果啊 怕都太忙 那你們禁忌是什麼 原本說是 消防隊又不能吃鳳梨啊 也不能吃芒果 可是現在我們好像年輕一輩 會比較 比較沒有這麼在意 就是像有些小隊長 還是會在意這些經濟 可是像我們 比較 年輕一輩就比較少去 哦 資深的還會有些在意 對 現在年輕人都不在身體了 對啊 像我上班 因為現在這種天氣 就是芒果生產季節 我上班也是一直吃芒果 那我真的變更忙嗎 就還好啊 雖然余醫生到目前 也救了很多人嘛對不對 可是 你這段時間 因為每天都跟死神 在拔河出生路 如果從來一次呢 你四年多前 決定做這個消防 從來一次還是走這條路嗎 還是會想到 做其他公務員 或是其他工作 如果再從來一次 應該還是會選擇 繼續當消防員 對啊 我覺得 因為還有一些 我覺得我還沒 全部都有學習到 因為這個工作 真的讓我 有學習到很多東西 然後有包含到 我自己 更獨立 像我以前我都 不太 不太敢跟 一般 就是像 就是去跟人群交流 可是自從我 做了消防員之後 我每天都要跟民眾去接觸 還要宣導 我覺得我自己 因為這個工作 讓我成長很多 也更加 就是更不怕的去跟民眾接觸 然後反而還會去 幫他們解決一些問題 不管是宣導 或者是 救護 就是讓我 這個工作其實讓我成長蠻多 這是算是一個不錯的工作 所以你會鼓勵你的朋友 或者一些學妹 也一起得當消防員嗎 對 但是 至少跟你一樣 要能夠有這樣 神力力超人 對 因為他的體能方面 會要求比較多 所以其實消防員的話 體能還是 基本體能還是要有 嗯嗯 那你的老公也是 也是消防員 對 我的先生也是 你的學長 他算是我學弟 所以你們兩個人 都每天 老是這樣 一出勤的時候 就要幫對方祝福 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擔心另一方 或者擔心 家人會不會擔心你們 會 就是其實 因為像我是 我自己本身是消防員 然後 我先生也是消防員 連我自己都會擔心他出勤 然後更何況是 另外一半如果是 如果消防員的 他們的另外一半 如果不是消防員 那只是一般的民眾 就我可以想像他們 又會更加的擔心 我們平常碰到消防員 我們應該怎麼 要幫他們打氣咧 最重要就是 民眾不要亂 叫救護車 就是給消防員 最好的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 有統計說是 救護案件啊 有10件裡面有 七八件都其實是不重要 因為像有很多民眾啊 他譬如說 他自己在家裡發燒 或者是拉肚子 他就會叫救護車 那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 就是 可以多想想 多想個10秒 如果你真的 危機到自己性命嗎 如果真的危機到 那譬如說 像中風 這就一定要打119 可是我覺得太常 跑到那種 拉肚子什麼的 然後這樣 其實他們 自己可以 叫做計程車去 可是他們 他們就會希望說 我們去扳他們下來 嗯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 濫用救護資源 其實不太 不太好 好啦 觀眾朋友 有聽到了齁 另外我問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因為 余生被稱為這個 消防界的這個 將軍力嘛對不對 一個正妹啊 那你這樣出勤 有沒有碰到一些比較好玩的事情 我聽說有人在追蹤你 是不是 其實我有一次出勤的時候 是 有遇到一個 精神疾病的患者 然後他 他就是裸體 然後是好幾 所以他大概 一百多公斤嘛 嗯嗯 然後他一下車的時候 他就一直看著我 就一直 繞著我 那我當然有危機一次 後來發現他就是 他的朋友 他的家屬就是 抓著他 然後 我就發現他就是 他就開始追走的跑 蛤蛤蛤蛤蛤 他只是看到一個美女 所以開始追走 我當下也是有點緊張 然後我就自己也跑 跑給他追 他沒有追上我 不然我就覺得有點恐怖 我聽說還有那個 你出勤的時候 有民眾看到 還把你偷拍下來 然後到你的消防局去告白啊 就是在 告白消防的那個粉絲上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出勤 消防員出勤 都是會 抱很緊 可能只剩下眼睛 可是那一次 因為剛好送患者到醫院去 然後 所以被看到了 盧山真美夢 沒有 那時候也戴口罩 然後他就看到 他覺得我對患者很溫柔 所以他就拍起來說 問是哪個分隊這樣 所以不是來追求的 是肯定 因為不知道是哪個分隊的 對啊 也不知道是誰 然後就有PO上去問這樣 余生很讓其他感動 而且你現在特別帶了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先導 對不對 你覺得這是可以救很多人命的 對對對 我幫他介紹一下 你說 這個叫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簡稱是住警器 那火災發生的時候 煙跟熱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那這個住警器啊 他就是 可以即時發現 就可以讓 即早通知你 那就是 就可以馬上打119 就讓你知道說 家裡可能有火災發生 你說火災的時候 溫度升高 或者有煙的時候 馬上可以偵測到 對對對馬上可以偵測到 然後他也是 住警器正常 像 像他就是會 如果有火災發生了 他就會一直說 火災火災 就是他會提醒你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一般 就是消防隊的話 或你可以詢問里長 消防隊都可以申請 就公寓五樓以下 這是可以免費可以申請 對對對 就是消防隊可以申請 找里長就可以申請 里長也會透過 我接著也會找消防隊 就是可以去詢問里長 然後里長也會 幫你通知消防隊 然後也可以去 臨近的消防隊申請 那就是五樓以下 一個身份證 就可以申請一顆 對 然後 家裡如果住在五樓以下 包括五樓的 對 這個是不用錢的 那如果有些縣市 他們錄警器已經發完了 就可能 如果不想等的話 其實可以 一般賣場也買得到 電池也要特別注意 不要裝上去 對 它是吃電池這樣 對 像廠商是說 電池可以維持十年 然後它其實你到 申請的時候啊 你到消防隊去的時候 消防隊都會教你怎麼用 那它其實就是 它原本自己有一個電路 按你就把它 就是消防隊幫你測試 你就接上去之後 然後它會按 它會有測試正常 對 然後它就可以黏在 黏在那個 你的客廳啊 跟寢室 或者是樓梯間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黏在上面 對 對 我覺得住警器 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像 像我們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有一個 發耳面的社團 然後它都會有一些 PO一些有關於火災的資訊啊 還有我們搶救的過程 那有很多火災其實 都是因為住警器 住警器 就是讓民眾可以 及早發現 就免於有死傷啊 或是災害發生 所以我覺得住警器就是 真的是還蠻重要 每個人家中都應該要有一顆 好 今天非常謝謝余生 來我們在現場 其實剛剛在翻譯這個月曆的時候 余生是三月份這個代言人 觀眾朋友我們一起幫這個消防人員 幫他們打氣 剛剛余生有特別提到一點 當緊急事情是馬上打119的 可是有一些真的想一下 如果不需要的 也不要去太麻煩他們 好 今天非常謝謝余生 希望觀眾朋友 到我們的留言板來留言 一旁邊幫消防人員一起打氣 那一旁邊有什麼話 要留給這個余生呢 到時候請余生再來回答 好不好 好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別忘了每一個 每禮拜一到禮拜五 期待得生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我們這個節目 謝謝大家 明天見 掰掰 好 很多人 好 很多人 好 還有 好 很多人 好 每次 都會 好 每次 都會 好 每次就 好 每次 都會 好 每次 都會